DFD 2020年BFS Paypal 1 MC第十九条 这一条主要是讲回Personal Finance 里面的 Right of an Investor 这次它更加了一个Condition 里面 不是General的Investor Rights 但它更加了Dementry 但其实对于Decision Making 上 其实不是太大的影响 我们逐个逐个看一看 第一个是Can launch a complaint if there is a misconduct by investment agent 即是说如果你的Investment agent 这个其实是refer to broker 即是经纪 或者如果他有一个失责行为 那我们可不可以投诉它呢 这个是ok的可以的 那我们说Right to file a complaint 所以一其实这个是 和我们原先在Supplementary Notes 里面 都见到那个字是fulfill的 那第二个呢 你见到就是说 Can ask for the rationale behind investment recommendation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Supplementary Notes 里面 很常见的一个Point 即是可以去问清楚那个 你那个的Ressonel是怎样的啊 所以十九这个也是我们常见的一个Point 那可以问清楚 例如你那个Item有什么可以问呢 例如你那个Item有什么可以问呢 例如你那个的原理是什么呢 又或者问清楚它 例如Risk and Return 对了 又或者是那个 特别刚才我们所说的Dibenture 那Dibenture的Risk呢 很明显应该就是Refere to 这个Credit Risk 或者我们叫做Default Risk 这个Bond Issue 这个Bond Issue 就是会不会拼不住債啊 那当然在那个Return 那里我们会知道呢 就是Risk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Return 当然就是那个Ininterest Income 最主要是这样 最主要是这样 好了 那到第三呢 我们说 第三这个是当年的时候比较大争议性的 究竟它有没有可以cancel In the cooling off period 那什么是cooling off period呢 我们说中文叫做冷静期 OK OK 这个冷静期呢 主要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在哪里 比如你买Insurance的话呢 那很多时候呢 就会有这个冷静期的出现 OK 但是会不会在Default Risk 基本上这个会比较小 还有第二样东西呢 重点就是 因为这个Point呢 其实呢 它是 它这个第三个Point呢 其实呢 它没有在这个 嗯 我们说的 那个Supplementary Notes 里面呢 其实它是 没有出现过的 OK 即是不在那个Increate 在那个Supplementary Notes 里面 就是根据这个EDB的 那这个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呢 就不会当它是一个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 那你可以说 那所以我们这里 就当它 完全是这个 那一同二呢 就会是A 就是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